眼淚是排毒 不哭才完蛋 我 我 我覺得 近隨心轉 有時候很長 有時候很短 但是我覺得痛到底是必要的 就是你不用急著安慰自己 或急著想要快樂起來 我覺得跟那個商並行 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我是一個不太懂得去 去紓解自己內心糾結的 糾結問題的一個人 在之前 去年以前 都是比較容易自責型的 對 也許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 但是我還是會抱持著一個比較自責的心態 覺得人家對我這麼好 我怎麼可以 我怎麼最後還是選擇了離開 或是辜負了別人 那直到去年 也不是跟 也不想拍這部電影的嗎 PS 我拍了這部電影之後 再加上一點時間的沉澱 我發現 我默默的發現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一個人 只是一個平凡人 然後也不太需要這麼苛刻的對自己 所以 我 調整了自己的一些生活節奏跟心態 然後 我覺得現在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健康的 不可能 我不收 到底是中文有問題還是腦子有問題啊 我們青春又不是拿來加班用的 我冷汗直流 流到現在還在微微的流 公布啦 因為周遭的都是有經驗的演員 像玉婷姐她是一個很精準的導演 她是一個很精準的導演 所以啊 妳的任何小破綻 任何設計好的動作 動作 動作都會一眼被看穿 對那這個 我又沒有辦法馬上做到 下一秒 這麼知道下一秒我就做好了 我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的練習 所以 對 是蠻高雅的 嗯 我第一天的感覺 也是非常緊張 但是 我就是盡量告訴自己說 我要進入到這個角色的狀況裡 然後 不斷的在揣摩她的心情 所以 其實 花很多時間在專注上面 然後告訴自己說 我一定要聽到旁邊的人講些什麼 其他的演員說些什麼 然後我要活在那個當下 這樣子 當自己的好朋友的前提 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 你要先知道你自己 你要對自己誠實 不要連自己都騙 不然你連自己都沒有辦法相處 其實剛剛有提到 就是 其實孟博說的也對 那我並不是說我做人不誠實 而是在成長過程 成的背景當中是一個 不斷的給自己壓力 然後迫使自己成長 這一路走來 直到經營一圈 我也用一個這樣的心態去 有點像做苦工的方式 就認定我是一個沒有天分的人 我需要努力 曾經我說過這樣的話 那 可是過了這一段時間 我才發現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不努力過 為什麼不在 該休息的時候叫自己 你已經很努力了 你可以休息了 我是值得休息 也值得被愛 也值得好好的去 正視自己的心情 那 所以拍完這部戲之後 直到我瘦下來 我就開始做了一很大的 心情上的改觀 所以對現在來說 我會說我 此刻的我 是真的過得很開心 而且是滿能夠看到我眼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來了什麼任 然後我現在下一秒該做什麼 我的話 我就是 正在朝著康仁哥那個境界邁進 努力的爬行中 對 因為 我從小到大 就不是一個很喜歡自己的人 我小時候巨大無敵 他就 在大半的時候 就被人家說是大象石 就是很醜用的一個小女生 很大隻 我小時候很高喔 班最高就是我 對 然後 題外話到現在 想要喜歡上自己 講話的方式 想要喜歡上自己唱歌的模樣 想要喜歡上大螢幕前的自己 都在試著喜歡 對 但是我有進步 跟大家保證我真的有進步 宋慧喬跟徐若萱 徐若萱 徐若萱 艾馬屎東跟徐若萱 徐若萱 徐若萱都這麼好 上一次會跟安傑莉 突然來一個猛家 突然來把大刀殺進來 有人摔下去了 為什麼要中壹摔 為什麼要中壹摔 感緣感緣 我都哭了 你為什麼有綜藝衰 沒有 我剛剛想要夾衰但是 這是變身的 你都在拍動 過了 謝謝 表演嗎 精神五跟劉德華 哇塞 劉德華 劉德華 劉德華跟莎莉莫斯 Oh come on 拜託 他還會選誰 你們這次很會得罪人 不是這個意思嗎 是這個意思嗎 Ryan Reynolds Ryan Reynolds跟 Brad Pitt Ryan Reynolds跟 Brad Pitt Ryan Reynolds Ryan Reynolds跟 George Clooney 哇這個我沒有辦法選 我還沒辦法 Ryan Reynolds好了 我喜歡微笑的答案 Ryan Reynolds跟 Robert Downey Jr. Robert Downey Jr. 好開心的啦 你呢 是啊 對我喜歡那種 有點小斜的 小斜的 這樣斜的 所以鋼鐵人身手 對目前 VOG的朋友大家好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做我隔壁的事實現 我沒有談人的場戀愛 2月10號 小鈴月 一起唱起來 敬心願 來聽 新年快樂 掌聲